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要增仓 增单 赢钱给大家看的基金经理赢钱贵频道 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4年7月3日 星期三 哇 这次有美股就真的没有穷人了 为什么呢? 大家看看Tesla升得多厉害 我们先回覆盘 上集提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逐样去覆盘 大盘仍然是看一个整固的形态 属于一个休息的阶段 可能是一个横盘的走势 也可能是一个画M顶形态 也不奇怪 暂时昨天收盘 纳指的角度 仍然是属于一个双体的形态 你不要看它昨天 最近升200点那么厉害 其实在严格来说 仍然是属于一个双体里面的横盘 除非它今天可以进一波那支大洋 也是向上突破 比较明显的突破 否则来说 看法也是不变的 仍然是处于认为一个整固的形态 还是大崩是V型下去的机会率呢 坦白我都觉得是很小的 老实说 指数的小小的震荡 也都是在所难免的 好像之前 走势曾经是回吐了三天 有两支重阴触回来 你不看后面的走势 是没有事后先知镜的角度 你也觉得它会补回一些口温 你看到最后的事实就不是这样的 仍然是有能力勾回上去 因此我们也是再重新 是V型向下的机会 是相对比较小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我们上两集也有提到过 是有一个好的现象在近日美股出现的 就是英伟达就开始不点升了 而是整个大盘 其他股票就反而有得升 而且升的股票也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现象 也是符合我们之前 一直说了一个多两个月 最理想的美股炒股不炒市的状态 整体纳指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可以一直维持炒股不炒市 就是最好的现象 然后接着我们就说过股 很明显第一只要说特斯拉 上集也提过过 特斯拉短暂单日转向 由200元回落 我觉得完全是没问题的 就算短暂的冲高回落 就不代表升浪是完成了的 我们早两个星期 已经是很坚实地 在180元附近那里 已经看好特斯拉的了 甚至是连影片的封面 已经说到明看好了 去到昨晚 现在说一声就升到230元了 这么短线就升了50元 短短几日升了20% 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收货 而我们自己的学校群组里面 亦都人人有钱赚了 做特斯拉 那我们也有不同的期权组合去做 未必就是做单口 但是上一集 我们也有个点 我们本来看它可能是 横盘一点点 然后再冲上去 那我怎知道 它星期一已经 成本直标了上去 相对来说 气势强境也有点想不到 Anyway 无论如何都好 是向上大升 和一个气势向好 始终来说都是好事 起码印证了我们在下方的预言 是完全百分百正确的 我想借特斯拉星 在英伟达跌 去补充我们上个月 6月份搞的下半年发达攻略广告 当日我们在广告宣传 就已经提醒了下半年 会有一个强弱注目的状态 因此去追一些真落后股 是很有好处的 不是马后炮 这一次是超级马前炮 我想说这个OK 甚至有来我们广告的朋友 我的广告里面 在这么早的影片的时间 已经这么早地提醒了特斯拉 所以由现在英伟达走弱 特斯拉走强 两只Megacad股票相反的现象 其实都可以印象到美股 而且是向着方向走的 大家都可以开始着手去找一下 有没有什么进一步 追陆后的板块的股票 好了 那我们上个月的下半年 发达攻略港座这么成功 起码有一只Tesla 是立刻说一声就跑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今个月七月 又有什么主题广告 首先我们之前的影片 亦都有说过 我们提到美国近日最热门的活动 可能是会令到有一位强人 重新回归 强势回归 而这位强人的回归 是会对美股的轮动 是有好与不好的影响的 而其中最受惠的 应该莫过于是美国的传统股 所以我会形容为 这个是真美国的传统股新时代 究竟该怎么去选择好的传统股呢? 另外一方面 在英伟大英报达时代的巅峰之后 其实基数已经去到很大了 那我们最聪明的是 应该寻找下一只英伟达 下一只可以持有10年 甚至是100倍的价值股 那因为英伟达都要做个付注 在过去十年 其实是真正的升幅 是超过300倍 不过我们可以先预告一下 下一只英伟达 其实一定写包单 是和GPU是无关的了 那最后 在美国除了是顶尖的科技股以外 其实他们的医疗技术 也是世界第一的 那美股其中一个 场合结构的板块 就是医药股 例如朱sir很喜欢的 在这里也有公开说的 罗和乐德 罗和乐德就是欧洲的股份 其实在美国本土 也有很多很杀石的医疗股 所以在这个讲座里面 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分析医疗股的技巧 因为医疗股 可以算是最难分析的板块 当中是涉及了太多专业的知识了 这个所以这个板块 其实来说是长牛 就像散户不懂分析 其实都难为困住 一些真的长牛的医疗股 那如果你有兴趣 知道更加多 下一只超长线投资的英伟达 究竟是哪一只呢 想知道 未来一两年 是热炒的真传统好股 那么究竟是哪些呢 那就长期牛市的医疗股 又应该怎么分析呢 欢迎参加我们的NVIDIA核心资产策略讲座 费用是全面的 马上点击下面的链接报名 好了我们继续翻翻盘 也都循例第一只是英伟达 英伟达上集我们说过 由于某个强人回归的关系 所以英伟达甚至是TSM很大机会 潜在机会有一些反垄断的指控 结果我们星期日出了影片这样说 当时我相信全香港也没有人这样说过 结果这个星期一 一开始就真的出了反垄断的新闻 又以法国为首 又欧盟又美国 整个好像是反垄断的复仇职联盟 英伟达在未来这些问题 当然我自己来身 我朱sir自己持有10年的英伟达 之前就出了一部分的课 但是我仍然是有相多部分的课 是仍然持有的 我自己觉得英伟达策略 就应该是今年之内 如果它有得再跌深一些的话 那就去留意一下 这个作为短炒或者炒两个季度 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那如果你说在目前120元这个价位 是不上不下的话 那我就觉得可以用其他的 其权的策略去做 就未必一定是要去做政府的 那其他呢 就是一些特别on call的做法 就真的没什么吸引力的 或者其实书面很大的 我想提醒呢 近日很多省户 无论我理解 无论香港也好 甚至美国也好 很多省户都是趁英伟达回落的时候 在这边疯狂的 那我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为 总之在这个价格里面 是博一些短线暴力的行为 我觉得来说直播率真的很低 好了 然后就去到Apple了 那在中长线来说 我仍然觉得是 坦白说是有一些的保留 那之前也说过了 但是股神出货 这个又配合了千亿的回购 而CheckGBD 又要在最新的iPhone里面 是授权应用得到 那今年的Apple股价 起码下方就先保底 就没有一个太大的下跌空间 之前也有提到的了 那我们对上一次分析Apple的时候 就是6月15日 当日我们提过 它会在6月12日那支羊竹里面 炒来炒去 然后就会轻微地跌穿 跌穿完之后 再跟你勾上去 那在这段日子里 Apple的走势 就跟我们的预测 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的预测 就会在长阳竹下面 然后再勾上去 然后再勾上去 你仔细看这个图 圈住这个图 一模一样的走 而我们就是说 在未来今年一段时间 Apple相对来说 是会偏强一点 但是暂时 都会觉得 在暴涨的空间 是相对比较低的 因此我会评价 我尊重它 我尊重它的上升 还是我会评价 是中性平级 如果假设没有货 的话 我这个位置就未必加入 好了 然后就去到AMD 这些 它一直都相对来说 是比较错 特别是有了木头者的关照之后 这个是吧 那变了是上下角 那上下角呢 在政府的角度 真的很讨厌 但是始终来说 我觉得这个股票的基本面 我又不觉得 是想象之中那么差的 所以我对它的评级 就其实不是看得那么淡 或者不是语气上面 那么负面的 OK 因此 暂时仍然当是一个 是横盘的形态 因此 又是如果博一些 那些什么暴力浪货 就完全来说 是不值得的了 那应该是用回 其他的期权策略 这样去看的 那最后来说 就去到Dell 我开回Dell的图 你发觉又不是太得罪你的 当然了 在这里扯上去 你高追的话 你就不开心了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当它是横盘的 其实之前都说过 是要横盘一轮的 你撇除了这一道 硬夹上去之后 其实最后来说 又是横盘 这个 因此 我们的预测 其实来说 也是正确的 因为大家对我们公平 我们在影片一直都是分析 就是说 可能要熬一两个月的 没那么快升的了 OK 那么我觉得 之前分析是正确的 那我们之后怎么看 我们未来两个星期的走势 我觉得相对来说 很关键 就是它还会不会跌穿 一百三十块 这个价格 所以 现价就基本上 就一定必须要设 有任何看好行为 就必须要设一百三十块 去做止损 而我觉得中长线来说 这个价格上的直播率 都是会有的 这个 好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 就最后了 就想说一下 中国一些主持的新闻 因为昨天有新闻报道 就是说 国家央行借入国债 OK 我们很exercise这个词语 借入国债 OK 其实很多人 特别不太懂得国内内情 或者国债操作的人 他就以为是购买国债了 他以为是购买国债 即是一个QE的行为 以为好像美国的量化封松的 中式QE的版本 先跟你说 这个分析是错到加零七的 甚至应该是双化国内内 那现在就和大家讨论 中国央行 emphasize这个词语 括活借入国债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好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其实借入国债 我们放在股票的比喻 大家有没有听过 中国是所谓融资买股票 和融券买股票 特别emphasize 是融券这个词语 OK 如果我们说融资买入股票 那很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香港借孖展 最简单 我们香港人最容易听的 是吧 内地的朋友就叫融资买入 但是如果融券是什么意思呢 融券这个词语 就是等于我们香港借货抛空股票 借货沽空股票的意思 这个借货沽空 我们香港人的述语就是这样说 结果内地的朋友就叫融券 好了 融券顾明先借入股票去抛空 这个OK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其实就想提醒你 刚才我不是说过 央行借入国债的这个 其实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它的真相不但不是买入债券 而且是借债券 是准备在市场那里去抛售 这个OK 这个严格来说是属于沽空国债的意思 那么你听到里面就觉得很震惊 啊 国家不是一向鼓励满入债券的吗 它最怕不是国债被人抛的吗 它为什么自己这么疯狂 借入债券是企图抛空呢 这个也是涉及了近日国家的一些 比较有趣的经济情况 还有就是最近在一个陆家序的论坛的时候 国家的所谓内言人或者发言人所说的 这个 那么继日中国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很明显就是因为股市不是太好 或者实体经济不是太好 很多人在市场不是没有钱的 就是不是窮到只薯片的 OK 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资金的 你看看M1或者M2的情况 你都知道的了 那么这些大量限制的资金 其实它是怎么做呢 这个又不敢投股票 又不敢做实业 放入银行又好像没什么息收 那于是就是买入债券 这个买入国债 这个去赚国债那个 是所谓小小的利息 那么如果大量的资金推入去国债的话 那么国债的收益率就会下降 而国债的债券价格就直接向上升了 那么于是呢 其实近年国债的利率 在大量的钱推入的情况之下 国债的利率就一边不停走低 已经走到2.5厘以下的水平了 而和那个是所谓的情况 反比 那个债券价格就就是这样上升了 那么你所谓呢 就叫做国债的大牛市 这个 那么国家呢 其实见到呢 那个国债是拖着被人买入 那不会说是反对的 那么当他见到全中国的钱 什么都不投 就只是投国债的时候 那么他的感觉是怎样呢 他就觉得国债可能会有泡沫化风险 这个 那兼且你只是买国债 生意都不做 这个 那你怎样提振国家的经济呢 那于是呢 央行呢 见到这样的激专化 民众去买入国债的情况 就开始有种不满意的情绪了 那其实呢 刚刚在上海陆家咀 完成的陆家咀论坛呢 就是官员的代表的发言人呢 已经是说过和警告过呢 是有机会呢 是在市场里面通过是操作债券 也就是所谓暗示是抛空债券呢 去压制那个所谓国债的大量买入啊 甚至是投机不问代价式买入的行为 这个 那就是当时的市场呢 这个 那于是呢 就到了7月头呢 国家就正式动手了 正式在市场那里呢 就借入了债券先 那你要留意呢 他还没进行抛售的行为的哦 就是先借入了先 批货已经准备好了 那这些人呢 再继续去扫国债的话呢 我就和你抛下去 那我想呢 和大家科普呢 整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因此呢 想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在见到香港 有些专家啊 或者是KOL啊 他和你说呢 是中国呢 所谓的买入债券 然后是进行一个 所谓的中式的QE呢 那我想提醒你呢 其实是很明显 是不知道国内的内情 甚至是错到加零七里的形容 那大家就要留意了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暂时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留言和赞好 那如果我想捕捉下一只 英伟达长渣十年的大油股呢 欢迎参加我们 Lex NVIDIA 这个核心策略分享广告 点击下面的连结 马上高名 费用是全面的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